直播吧11月8日起,在上方提前一轮顺利登顶中超冠军之后,广东媒体新快报传闻表示,如今上岗终于扬眉吐气,摘掉了千年老二的帽子,月梅文章终回顾了此前几个赛季上岗的表现。 2015年上岗队几乎零逃整个赛季,但在与恒大的直接交锋中,老辣的斯科拉里给上岗上了一课。 2016年,埃尔克森和胡尔克相继加盟,不过双线作战的他们当年联赛只得到第三名。 2017年,恒大在与上岗的角逐中,一个战的上风,上岗在竹节杯的决赛中还输给了同城对手生花。 一时间,上海上岗队在球年间得到了一个千年老二爱好,因此昨晚,上海上岗提前夺冠,可谓是扬眉吐气。 解说上岗比赛的嘉宾龚类也表示,2013年上岗升到中超以后,通过六七年的时光,这些球员乌磊,蔡惠康,颜举令,宇文君不断磨练,他们现在终于成熟了,有实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,他们也是国家队未来的主力球员。 感谢观看